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就是一群为了这个所谓的西藏自由而骑的一些朋友 他们在台北街头在绕行透过单车的方式来让大家了解这样的一个西藏的议题 可是说实在的在台湾不太有太多的人去关注这样的议题 但是这个议题的本身恐怕也不是一个台湾本地的问题而已 它事实上涉及到的是一种国际人权或者是关注的是一个两岸关系的朋友 都不能够去忽视忽略的这个议题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邀请到的是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的成员林欣宜 来跟我们谈这样一个议题 欣宜你好 管老师好 大家好 我想先提到欣宜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叫做为西藏自由而骑的这个活动 而且看起来已经持续了几年的时间 可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活动吗 好 事实上这个活动是由杂西茨人 那他是一个流亡在台的一个藏人 那他在六年前吧 他自己一个人他就是骑着脚踏车 然后带着一些船单 然后拿着西藏国旗 他自己就决定说他想要在台北的街头 然后尤其是他可能会跑去自由广场 然后会骑去故宫 然后他觉得在这里有可能有机会会遇到中国游客 那如果有机会遇到中国游客的话 他们想要跟他讲讲话 讲讲西藏的议题 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事实上是他一个人 然后有时候有一两个朋友会跟着他骑车 然后他就是骑着车 然后就是去跟他们互动 那两年前西藏台湾人权连线我们成立之后 我们就开始觉得说 好像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正式的一个活动 那所以每年在310西藏抗暴日之前 我们都会在礼拜三的时候就是骑脚踏车 那这个行动某种程度就是说 你是希望可以接近民众的 然后不是只是在网路上面 让他们真的在真实生活当中看见你们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cycling 就是有一个循环的 然后就是不断的这个意思 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希望说鼓励我们自己 就是这件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的简单 他必须要持续的做 而且可能每一次做每一次骑的效果 可能不是立即 然后不是巨大 不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透过持续的做 那我们希望可以达成一些效果 例如 当然我们在骑的时候 我们就沿路上面我们就发酷卡 然后有时候我们会喊口号 然后我们身上批着西藏国际 很多人知道这是西藏 有些人甚至会跟我们讲说 Tibet或者是屠博 那有些人根本就说你们是谁啊 那这些身上批着这是什么 我们就要解释 那当然也会有人冷言冷语 就是说你们很无聊 就是各式各样的状况都有 但我会觉得至少 比如说我们最近几次 我们在自由广场 或是我们在101 我们选择这个路线的确是有考虑过的 你会看到有很多人围观我们 那我们知道他们可能是游客 甚至更有可能是来自于中国的游客 那他们不见得会走近我们 那我们的成员就会走近他们去发传单 但是有些人他们会害怕 有些人会拿 但是更多人围观我们 而且我们在这些地方 我们就会短讲 讲一些基础的事实 那你说会不会有一个很巨大的影响 我觉得可能暂时没有 但我们很希望说 这些种子都可以落在他们的身上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杂西也很有机会去学校演讲 那在台湾就是会有一些中国的学生来台湾 那在课堂上面可能听了他的演讲 也曾经就是跟他们的老师私底下的讲说 这跟他完全想象都不一样 因为怎么说呢 因为他说他在 因为杂西2008年那一年 就是北京奥运的时候 他那时候奥运圣火传递的时候 杂西曾经去日本 然后就是在那个奥运圣火的 那个地方 他就是拿起西藏国籍 喊Free Tibet 然后就被日本警察抓了 关了23天 那他说那时候他还是高中生吧 但那时候他在中国看到的消息都是说 杂西就是杂西词人就是一个可怕的恐怖分子 然后可是他说他在课堂上面听到 就是那时候在新闻媒体上面 被中国媒体骂得很惨的人 走到了他现实生活当中 他讲的事情是那么的和平 就是跟他想象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我会觉得我们不可能 期待每个人会立即的做改变 但是我觉得只要 比如说你只要提供他讯息 他只要愿意倾听事实 那有些人还是会怀疑 因为杂西就说很多时候 也会有中国的同学就是挑战他 说你讲的都不是事实 那可是我觉得这至少就是一个对话的开始 总比过去可能都没有机会沟通的状况 是好很多的 那当然 你刚刚提到这个中国学生 我有一个类似的一个经验 事实上在几年前 在高雄电影节不是要播放乐比亚吗 那因为播放乐比亚 所以导致这个中国的抵制 我在课堂上面就刚好在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谈的是一个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表现自由的问题 结果有一位中国的交换生也说 为什么你们要放恐怖分子的电影呢 这个是一个杀人犯 你们想要放放映这样的一种影片 这是好的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类似的经验 就是当他在中国的那样的一个历程当中 事实上对于一些事情的认知 恐怕跟其他地方是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有这样的反应其实也非常的正常 对没错 那我觉得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并不是说我们要说服他们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你 他必须要自己思考 他才能够改变 那如果他可以在这里看到更多的讯息的话 我会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就是去思考 而且可能可以试着去平衡 他听到的不一样的观点 那自己可以做出选择 那这才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们就是对我来讲 比如说Cycling for a Free Tibet 这一次我们开始的时候的那个记者会上面 扎西自己也讲 就是说我们讨论过 我们也讲说 因为我们是西藏台湾人权连线 我们并不是一个支持西藏的团体 我们是一个希望理解 就是西藏跟台湾问题的一个人权的平台 所以参与者有西藏人 有台湾人 有不同的NGO工作者 那对我们来讲 我们就特别就是说 对我们的名称就是叫Cycling for a Free Tibet 真的是为了310而骑的就是宣传 但是我们不觉得我们只能够讨论西藏的议题 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也讲说 包括我们这个礼拜 我们就说我们Cycling for a Free Tibet 李明泽 或者是也为了一个藏语的一个倡议者 那个Jashi Wonchuk而骑车 那我们会觉得人权真的是不分你我 也不是别人的事情 就是这就是大家看到 就应该要去关注的事情 所以对那我们也很压抑 我们就在想说 就只有我们那天的第一次的记者会 还蛮多人报道了 关于就是这个活动为李明泽而骑的这个角度 那或许对媒体来讲可能是特别的吧 就是说你是一个为西藏而骑的活动 但是你关心台湾 就是受到中国关押的李明泽 那我会觉得这是很好的 就是这件事情是可以有互动 是可以有交流的 的确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活动 其实多了一个李明泽 跟过去以往几年有很大部分 待会我们再针对这个部分 再继续跟大家讨论 不过这次的这个骑车的 单车的这绕行的路线 其实蛮有意思 包括228公园 自由广场 立法院 复兴收购 客提 国际大楼 中国银行 然后还包括台北101 其实上海每一次会有一些稍微的不同 这几个点 除了刚刚提到是一个路客聚集 比较多的地方之外 事实上它还有一些政治的意义是吗 看起来它是一个比较跟人权 跟这种所谓的立法有关的一些机构 成为你们去绕行去拜访的一个对象 对 我们在考虑的时候 那时候说从228公园出发 那是杂西它的意思 那他觉得 当然他就说他不晓得他自己理解 是不是最正确的 但是他会觉得说 某种程度西藏的310 就是1959年的西藏抗暴 是西藏人他们为了抵抗中国的入侵 然后所以他们站出来 他们抵抗这些外来的极权正负 那他觉得某种程度228有 对台湾来讲有类似有相同的意义 当然对各自来讲都是非常重要 非常沉重的一个历史 但是这样的类比或许不是很好 但是他觉得某种程度有类似的意义 那既然在台湾的话我们就希望说可以从228出发 那经过立法院当然我们会很希望说 在这个民主国家立法院当然他扮演起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然后我们沿着忠孝东陆起 那当然我们会觉得说忠孝东陆可能是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 我们不仅只是针对中国的观光客 我们也很希望针对台北的民众 或者是有可能到台北来的民众 在路上可以看见我们 所以忠孝东陆是我们选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后来经过台北复兴搜狗 是因为每一年我们310的游行 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在那里 那那里当然是一个比较好的腹地 那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会希望说 我们的游行是被看见的 那之前我们都一直在讲说 我还有一个地方叫那个客体大楼 我后来才发现说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知道 后来才发现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为什么选择客体大楼 对为什么了我想我自己也搞不清楚 为什么会选这个大楼 之前赖宗强律师他就在谈 就是说当然我们在台湾 我们并没有中国的代表处 那像其他国家的朋友 他们每次要抗议中国的时候 他们就有地方可以去 他们可以去印度的大使馆 他们可以去哪里哪里的中国大使馆去做抗议 那但台湾并没有 那在客体大楼里面 事实上有很多中资的企业 包括中国银行的台北分行 那包括就是我知道好像有些两岸什么贸易的 什么交流协会类似像这样的单位 铸扎在那边 那我会觉得这当然是一个非常象征的意义 那同时我也会觉得说 中国他们很努力的 或是他们目前的策略 大概就是希望用经济的方式 来逐步的 不假的是收买台湾 或者是真的就是让台湾改变 所以我会觉得那个地方是有象征意义的 虽然就是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要到一个商业大楼前面去 这是一个 然后后来到101 当然就是101的确也是很多中国 会比较很多中国朋友会去的地方 对对那真的是 每次去我就觉得他们就在 我觉得看到他们在旁边围观 我相信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震撼 就是那原来是抗议可以是这样子做的 我们可以随时的自由的在我们的土地上面 我们可能就发声 然后我们可以就是讲任何我们想讲的话 那我觉得每次看到他们在那边就是围观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说好像有一些小小的种子 我希望有一些小小的种子可以种在他们身上 那尤其是有时候我就在想说 我们就跟他们讲说 那这是我们是声援西藏的一个团体 然后我们310有游行 然后我们会有朋友就是在那边短讲 更多人可以听到 那其他人就是拿着这个裤卡 就是到旁边去 那有些人会问问题 有些人会很害怕 那可是我觉得这个互动是很好的 但是我当然我讲的 就更多人是冷漠的 就快步离开 因为他大概觉得说 这一定有什么不对劲 那当然也有人会就是会骂我们啊 但我觉得这真的都是很自然的 很正常的反应 我想一个民主社会的意见 本来就很多样 特别是当我们去触及到一些 比较相对敏感的议题的时候 恐怕很多人不只是反感 可还会有一些害怕担心在里头 所以这些反应我们大概都可以理解 但是这个活动还有很特别的地方 是选在星期三 对不对 星期三事实上是叫做哈卡日 那这个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这在对西藏人来讲的意义是什么 我刚才有提到就是2008年的时候 3月份的时候 然后又再次发生了一个很 就是西藏抗暴的一个日子 那那段时间真的有上千人失踪 然后有名字死亡的人 大概有150位 然后也有些人就是不见了 然后被判 事实上被判刑的人很少 那也有人被执行死刑 但是那个都是少的 很多是司法之外的一个 比如说失踪或处决 那你可以想想想象就是说 1959年发生的西藏抗暴 那那一年达赖喇嘛他就到印度 然后就是有流亡政府 然后一直到就是1959年到2008年 560年的期间 你可以想象就是很多人就讲说 很多人讲说你们已经流亡到海外去了 你们已经跟西藏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那你们不了解他们的想法 西藏里面的人民 他们是愿意跟中国站在一起的 可是你可以看到2008年 正好是一个最巨大的一个反正 就是说在那个时候 大家还是觉得说中国的统治 他们不要 他们要打赖喇嘛 他们希望打赖喇嘛 可以回到西藏里面去 那在那一次之后 当然因为那一年也是北京奥运嘛 那所以也很多人就希望趁着这个机会 提醒中国唤醒中国 就是说人权是一个 人权跟和平 恐怕是奥运很重要的一个意涵所在 它不只是体育的竞争而已 那所以就很多人就做了抗议 那包括在310的那个 三月的时候 那在那之后 平静了一段时间之后 当然某种程度 当然还是被中国镇压 然后就渐渐的所谓的归于平静 但是那时候在境内的藏人 他们就意识到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的传统 他们的文化 真正的已经流失 那个流失的速度是他们担心的 所以他们就发起了一个 就是很和平的活动 他们就说 好那我们既然我们在中国的统治之下 我们真的很难避免 我们就必须要用汉语跟其他人沟通 我们可能在拉萨的地方 很多商店都是中国的商店 真的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 那我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真的必须就是可能我要去上班 我要怎么样 我就必须要穿 所谓的 不是传统的服装 或是不能够讲藏语 但是我们至少有没有可能有一天 我们尽量的来 就是每一个人都实践自己的一个 西藏传统文化上面的生活 那所以他们就说 为什么选择礼拜三是 达赖喇嘛是礼拜三出生的 所以叫白色系信三 然后他们就选择这一天 那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活动不是从境外的藏人发起的 是从境内的藏人发起之后到全世界 然后不管是其他藏人 或是声援西藏的人 他们开始就觉得说 好礼拜三至少我们 我们不可能每天都做西藏的运动 但我们至少在某一刻 在礼拜三的时候 我们要记得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也选择礼拜三 那我们是礼拜三齐程 那事实上藏台连线 西藏台湾人权连线 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三 我们也有个人权职业 哈卡职业 就是希望跟大家介绍 就是西藏的议题 对 这个礼拜三其实是特别有益 也就是反映出这个活动 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人权的活动 它事实上跟宗教跟文化 是有非常密切的这种关系 而怎么样从一个宗教文化 多元的这种角度出发 而涉及到人权的问题 也是一个非常值得 我们再继续关注 跟探讨的一个面向 那这次活动很特别 其实加了李明哲 刚刚先也稍微提到 我们待会再花一点时间来谈 为什么要把李明哲 放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 放在这个活动当中 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会再回来讨论 欢迎收看本周的大元载报新闻 有83年历史 在今年1月底才被提报为 占定谷基的新竹四合院太原地 在除夕时被无预警拆光 民间团体不满新竹市政府 保护谷基不利 趁着文资委员现刊时 出面抗议 太原地原本是结合 闽南传统与台湾近代工法的专造谷措 拥有双落外加双护龙 格据宏大完整 推测应是清代新建的文家家宅 太原地遭到拆除后 民间怀疑与读根有关 要求市府以文资法研办 新竹市文化局回应 根据文资法规定 进入审议程序后 太原地已适同占定谷基 建商行为显然违法 将依法追究行则 不过已经拆除的谷基 是否原地重建 文资法公民行动阵线成员 林秀锐认为 没做研究调查的重建 盖回来也是甲骨基 将是文资法上的另一个裁判 也呼吁新竹市政府 应该沿逆更进步的 都市开发政策 透过积极奖励 与补偿所有权人等措施 提高保存历史建物的意愿 今年是228事件71周年 也是世界人权宣言70周年 多个民间团体手持白布条 绕行蔡瑞月纪念馆 以静走来反思228事件 对台湾社会的影响 并强调历史不能遗忘 人权得不断争取 否则形同背叛土地 郑南荣基金会董事长 郑清华表达诉求 认为这次活动 不仅想要唤醒政府 同时也是争取台湾人的人权 并且希望历史能够转为资产 虽然转型正义条例 在去年通过 但处转委员会如何组成 都还没有具体作为 民间团体也在2月24日发行游行 路线将行经专卖局台北分居 台湾广播电台及行政院 表示228绝对不会只是纪念活动 他们将会督促政府以实际行动 落实转型正义 也呼吁全民共同参与监督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刚刚在上段的节目里头 我们其实邀请到的是林欣宜 来跟大家谈到这一次 为了西藏人权骑车 绕行台北的这样的议题 欣宜你好 你好 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活动的 发起的一些基本原因 不过这次活动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其实就是在深圆 李明哲成为其中的一个诉求 为什么你们要把深圆李明哲 这件事情跟西藏人权 这件事情是连结在一起的呢 因为我们的节目当中 提到了很多次 谈论过很多次 有关李明哲的这个议题 可是其实我们发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对李明哲的议题 似乎并不像对台湾 其他的议题那么的关注 为什么你们要特别强调这件事情 事实上为了深圆李明哲 那在台湾的NGO 有组成了一个李明哲救援大队 那里面很重要的成员 包括斯改会 包括台权会 那事实上西藏台湾人权连线 也参与在其中 那我们就会觉得说 我们参与在其中 那我们也会觉得说 只要有机会的话 我们都应该要谈更多的议题 而且让这些议题被看见 那我刚才也解释了 就是西藏台湾人权连线 不仅仅只是关心西藏议题 我们会希望它是一个 关心西藏跟台湾人权议题的一个平台 那刚好3月19号 事实上已经是李明哲失踪 那时候失踪的一周年 已经一周年了 当然他现在被宣判 然后被关在赤山监狱里面 我们知道他 我们理论上应该知道他在哪里 但是事实上没有人看过他 所以说实在的 我们也不能那么的确信 说他真实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 声称中国声称说他被宣判 他被关到监狱里面 但李静瑜他的太太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看过他 那所以对于我们来讲 就是说在这个时刻 我们同时为西藏议题而发生 同时为李明哲议题而发生 是一件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 那我们也会相信 我们也相信 因为李明哲他过去 他也是人缘盟的志工 他除了是文山社大的工作人员之外 他也是那个 就是他也是人缘盟的志工 所以我相信如果他在台湾的话 那我相信他也会为了人权议题而发生的 所以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自然的 那那时候杂西 我们的理事长杂西 也跟大家有讨论过说 那这样会不会 就是说他不担心 我们在西藏议题上面谈李明哲 他只是担心说 那会不会我们 因为我们是 他是藏人 那他支持李明哲会不会对李明哲的状况 有更不好的影响 那事实上李明哲已经没有什么更不好的状况了 那如果借由 借由我们 比如说可以让更多支持西藏的人 同时也知道说 还有其他的人权议题在发生 那彼此互相的就是关心 彼此互相的交流 然后让更多人可以看见的话 我相信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因为上台连线我们目前的可能我们活动的时候 我们会有直播 我们会有记者会 会有报道 那事实上是会有一些国外的藏人 或支持西藏议题的人 他们会关切这个议题 因此 就像我讲的 这就是一个人权的平台 所以借由这个人权的平台 让原本不知道李明哲的人 可以知道李明哲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除了李明哲之外 事实上这次的活动 就像刚刚在 欣宜在上段节目提到了 有另外一个活动 要去声援西藏母语的 这个倡导者 杂西文社 杂西文社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特别需要你们去声援 我们这一次 我们在这个礼拜三 就是世界母语日 然后我们除了为李明哲之外 我们也为杂西文社 骑车 那他是一个藏人 那他只是要求说 他希望可以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一个宪法的一个规定 他希望说藏人可以享受 就是使用母语的这个权利 但他觉得中国的官员是失职的 所以他在2015年的时候 他就跑到北京去 然后希望说看可不可以 就是告这些官员 那当然是不得其门而入 然后后来他也跑到了 就是北京电台 就是觉得说 那你们可不可以做一些报道 就是让大家更知道这件事情 那一样也是没有人理他 那后来那个纽约时报的记者 就找上了他 然后为他做了采访 那同时也拍了一个9分钟的短片 但是在这个短片当中 事实上并没有 我觉得在我们看来 并没有太特别的事情 我只是他只是讲他的诉求 然后这个诉求 事实上在我们民主自由的国家 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是 再自然也不过了 但是后来他在2016年1月的时候 就被公安带走 那两年期间 基本上大家都不知道他的消息 他也没有机会跟别人见面 包括律师 包括他的家人 那可是他就是被控 就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 然后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 终于开庭审判 那这个罪名事实上最终有可能会被判15年 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宣判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有多荒谬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只是要要求我要讲 可以讲西藏话 而且希望政府多投注一些力气在这上面 然后就会是被认为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 就是就很像说如果我们在台湾讲台语 或是说我们要要求台语文的教育 然后你可以想象说我们的政府说你就是一个颠覆国家的一个人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说 但看样子他的判刑势必是确定了 一定会被判有罪 那但是到底是几年 那以及后来就是我有问过他的律师梁小军 他说他们一定会上诉 但只是目前宣判结果还没有出来 事实上在这一团专访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 那这个Jash Version他就说 一个民族要消灭另外一个民族 首先要需要消灭是他的语言跟文字 我想不管是从中国历史的发展以来 或者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 假设是一个比较极权统治的地方 对所谓的语言跟文字 这种所谓的能够展现出某个群体主体性的东西 其实就往往是要被消灭的对象 在图伯在西藏的例子 或者是在台湾过去的经验 事实上也是类似如此吗 对没错 所以我们那时候 我们事实上我们就在讲一个口号 就是我们的语言是我们的权利 然后我们在就是228共生音乐节的时候 藏台连线我们也会有一个摊位 然后我们很希望就是跟大家讲这件事情 就是藏台连线在228的这个场合里面 就是我觉得连结我们的还有这件事情 因为台湾人我自己很想要讲台语 但是有时候在很多议题上面 可能没有办法流利的讲台语 可能日常生活上面可以或听得懂 那现在很多藏人他们遭遇到的问题 也是这个样子 他们都可以说 他们每个可以说 但是有时候文字的书写上面 可能会比较困难 尤其藏文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文字的一个结构 那再来就是说 他们除了境内的藏人 在就是学习语言上面会有困难 或者是说至少在拉萨 因为汉化的程度太高了 所以会受到担忧 那流汪海外的藏人 他们也很努力的 想办法让他们的下一代 因为现在流汪海外的藏人 已经到了第二代第三代 甚至有可能快要第四代 就是他们的年轻的藏人 该怎么样可以去认识到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 尤其在语言的保留上面 那他们也都在做很多很多的这个努力 那这也是藏台连线 我们当初成立的时候 我们就是也很希望 因为事实上在台湾有一些支持西藏的团体 或者是藏人的团体 他们都做了很多很棒的工作 那藏台连线 我们也很希望在语言成立的这个部分 看能不能有什么样的 就是可以协助 但是这因为我们是一个刚成立的团体 那我们就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 在台湾要去推动西藏人权 也许有些人会觉得有一点尴尬的地方 一部分是因为这样的议题 其实在过去这几年 其实事实上在台湾来讲 是一个比较边缘的议题 比较少人关心 另外一部分是在台湾 去年已经废除了这个盟障委员会 那到底台湾的跟西藏之间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我想在政治上是很清楚的 可是在人权议题上面 我们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声援 恐怕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跟讨论吧 我觉得盟障委员会废除之后 因为事实上之前流亡海外的藏人 尤其是目前所谓的藏人的流亡政府 藏人行政中央是在印度的达兰沙拉 那在过去 说在盟障委员会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然后造成他们流亡社会的一些纷乱 那所以藏人事实上是非常非常不喜欢盟障委员会的 那可是盟障委员会废除了之后 我觉得一个是一个新的契机 就是我们当然可以藉由这个契机 我们可以跟所谓的藏人行政中央 他们流亡政府可以有更多的一些互动 包括我觉得在就是人权上面 在文化上面的一些交流跟互动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尤其是目前大家会认为说 在西藏文化包括在宗教 然后包括在传统上面的很多的这种文化上面的保留 事实上那个拉萨是一个 对不起 那个达兰沙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 如果我们可以跟他们做更进步的交流 他们现在也比较愿意跟我们做交流 那在过去可能会觉得说 你们每次都要透过盟障委员会 但我们就不希望跟盟障委员会交流 所以我觉得比较尴尬 但是我觉得现在 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跟他们有多一点的互动 然后多一点的互相的这个理解 我会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我想任何一个运动都希望透过行动来表达某种的意见 当然这个表达意见的过程当中 也是一种所谓社会沟通的过程 我相信也会有一些朋友 看完了我们这集的节目 他会对这个议题可能会有一些关注 或是有一些关心 他怎么样加入你们 他怎么跟你们一起来行动呢 我会希望我们我们的网站 就是也应该希望三月四月份的时候 我们可以正式上线 那至少我们现在在那个脸书上面 我们有一个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的粉丝专页 那如果大家可以去按赞或按追踪的话 你就可以收到我们固定的消息 然后我们我刚才有提到就是说 我们每个礼拜 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三 我们是人权之夜 成哈卡之夜 人权星期三 然后就是成哈卡之夜 那下一次的活动是在三月七号的晚上 那我们会邀请到就是 藏人行政中央 他们有一个政策研究的一个机构 某种程度有点像是我们的中研院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然后他们的副主任会来台湾 所以我们邀请他做一个演讲 因为他自己的背景是研究国际关系的 那我们就很希望说像藏人西藏这样子一个困难的处境 他们在国际关系上面或是在国际上面推动他们自己的议题 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那再来就是有两位其他的研究员也会来 那他们可能也会跟我们谈一下 就是说在转世这个议题 因为他们真的是宗教对他们来讲 藏传佛教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转世的这个议题到底应该怎么正确认识他 因为很多网路上面有很多很奇怪的说法 那甚至中国的宗教部的部长就讲说 那个转世是需要经过他们政府的认定的 那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说法 那所以我希望三月七号晚上的哈卡之夜 大家可以就是上我们的脸书 粉丝业我们这几天我们宣传就会出来了 那也会直播 我觉得如果你可以的话 你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或看脸书上面我们会有直播 那如果可以的话三月十号的大游行 我们很希望你跟我们一起走出来 那当然很抱歉就是只有在台北 但是如果你不能来的话 那我们也很希望就是说至少持续的追踪我们的消息 然后也把我们脸书上面可能有一些讯息都可以散布出去 然后今年的系列活动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三月十四号晚上我们会有在自由广场有个晚会 然后三月四号到三月十四号 就是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 他们会在自由广场有一个帐篷 一个大帐篷 他们会展出就是2008年西藏抗暴十周年的纪念展 那里面就会有一些说明 有一些照片 然后也会有人在那边导览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三月四号到三月十四号 我们非常欢迎朋友们可以到自由广场去 然后你有机会可以跟在台的一些藏人聊聊天 然后也可以透过这些照片 这些文物这些文字去理解藏人 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它不单是一个文化 不单是语言 不单是宗教 事实上更是一个人权的问题 或许很多朋友会觉得说 这样一个议题距离我们实在是太遥远 但是有时候我们去看到现场看一下 去跟现场聊天一下 你会发现这个议题不是别人的事情 恐怕跟你都有非常大的关联性 今天非常谢谢新意来接受我们访问 希望下次我们再请教你相关的议题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